一起來做默想祷告 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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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上帝 我父上帝 我们来到主面前 为的是来服侍全能者上帝 全能者上帝 正是我的父亲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改变我的命运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灾难和咒诅 使我们靠真理获得自由 我们来到主面前 为的是使我的灵魂得救赎 使儿孙得救赎 为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心愿得以实现 在这凌晨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灵魂得救赎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灾难和咒诅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 一定会好的 如果我有抱怨 如果我给自己找借口的话 犹大书一章十八节 这都是属乎肉体 并没有属乎圣灵啊 属乎肉体的时候 连狗都不如呢 因为没有领受洗礼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在这世上 我们很痛苦 很困难 我们来找到主 为的是来依靠主 投靠主 主改变我的命运 主帮助我呀 我们向上帝承认我是罪人 向上帝依告白我的罪过 上帝就饶恕我的罪恶 上帝让我能行啊 这正是信心 所以如果不信 不相信主 不相信上帝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了 谁不接受这福音呀 魔鬼不接受这福音的 我们找一下约安福音十六章九节 不相信主 不相信主耶稣 就是最大的罪恶 我们藐视轻视上帝话语的话 最终是灭绝的 而且是子孙三四代灭绝 很凄惨 上帝的话语 唯独上帝的话语是拯救我的生命 拯救我的灵魂 是最爱我的 约安福音十六章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阿们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也没有信主耶稣呢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不相信主耶稣 不相信上帝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 那么信心是什么呢 我怎样才能信主耶稣呢 我们要相信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格林德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要警察自己 我内心 有没有这信心呀 因为我们太容易就离开这信心了 我们随从肉体 体贴肉体的时候 就离开了信心呀 我按照我的想法生活 按照我的理论生活的时候 就是又离开了信心呀 信心正是信主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我内心有主耶稣基督居住 这才是信心呀 很多人说我信主 我信上帝 我信了上帝 我信了主耶稣基督 我也要像上帝的儿子一样 上帝听儿子的祷告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们 我们很抱怨 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都是因为自己的心愿 没有得到实现吧 那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我并没有信上帝 我还没有获得这份信心呀 因为这信心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不是说我能信 就是信的呀 哥林德后说13章5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你们总要自己醒茶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阿们 你们总要自己醒茶 有信心没有 总要自己醒茶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阿们 我们再读一遍一案 你们总要自己醒茶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阿们 我们总要自己醒茶 有信心没有 这是上帝命令我的 那这信心 我们要明白 我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我心里呀 我们时刻醒茶 我内心有没有这信心 那这句话 这圣经的话语是谁给我讲的 是圣父圣子圣灵 上帝 全能着上帝给我讲的 圣经的话语 全是上帝的话语 那么我们要承认 我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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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 使我的罪恶得到赦免 马太分一章一节 耶稣基督的家谱 我们要找回根 我们要属于基督耶稣 我们找下教了太师三章 二十六节 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子 马太分一章一节 创世纪一章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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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马太分一章一节 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 那始终还是没领受这上帝的话语呢 比如说去年妈妈给我做饭了 那也是我的粮食 那今年我妈妈也给我做饭了 也是粮食 那去年的饭我已经吃好了 就比如说去年我吃了拉面 那今年我又吃了拉面 无论我吃了什么 就是我的粮食啊 吃进我肚子里了 那么我们人的粮食 是上帝的话语 我灵力要使用上帝的话语 我灵力要使用 我灵力要领受 接受这上帝的话语 生命纪八章三节 那么我们至少要 我们要丰丰富富的 我内心要丰丰富富的 装满这上帝的话语 至少五千句以上 我们要聆听的是 智慧的讲道 正是上帝的话语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 那我怎么能分辨一个牧师 是不是有智慧的呢 这牧师至少内心 要丰丰富富的 装满上帝的话语 至少五千句以上啊 就像牛要吃饱了 才能干活一样 我不知道这个比喻 恰不恰当 如果我的比喻不恰当 我内心还要悔改的 那么这次复兴会的时候呢 这次复兴会的时候 给大家讲解圣经话语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准备一张纸 A3纸 然后呢 这A3纸折成三份 然后大家可以做笔记 做好的笔记呢 每天读这圣经 相信就一定有能力 一定会能领受这能力的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份能力 改变我们的命运吧 我瓢墨师最近悔改了 上帝给我的感动是 房子想完整地先盖好 那不行 先把这个柱子 先把这个根基框架建好了 就是说耽误自己眼前的事情 先获得解决吧 我们通过上这道话语 使我们的家庭幸福 使一切的灾难咒煮全消除掉 我们呼喊阿门 铁和铁之间焊接 能焊接的话就能连接在一起了 相信上帝是最爱我的 上帝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如果我瓢墨师不行的话 那怎么能带领信徒呢 马太分15章14节 格罗西书2章8节 那这次我们 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来 警察自己认识自己 上帝告诉我们 这信心是什么呢 上帝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不是可取决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 那么我们要承认我是罪人 靠着基督的宝血 求饶恕 求赦免 承认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赦免我一些罪的 承认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宝血 正是为我这个罪人流血 死去的 是我的罪恶 钉死了耶稣基督 承认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 就是我的救赎主 那么在这时间我们来到主面前 这时间是改变我命运的 非常宝贵的珍贵的时间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罪恶就有灾难跟着呀 据说韩国的交通事故 死亡率非常的高 为什么呢 不听上帝的话语 藐视侵蚀上帝的话语 就有这样的灾难和咒诅啊 所以我们要悔改 在这时间认罪悔改 只要认罪悔改 离弃罪恶 做了上帝的儿子 就能改变命运了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 我们呼喊阿门来领受 这好的祝福吧 每个凌晨上帝实行公义的审判啊 在这凌晨时间 上帝实行公义的审判 西方亚书三章五节 如果我们藐视侵蚀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是死路一条啊 而且败坏自己 不仅败坏自己也祸坏子孙三四代 除了几期二十章五到六节啊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真切地祝愿大家走向得救的路 从现在开始 我们醒悟过来 省察自己吧 我们竭尽全力地 要做上帝的儿子啊 我们呼喊阿门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居住的 这才是信心啊 信 值得相信的 我们却不愿意信 不该相信 不值得相信的 我们却反而要去信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阿门 我们来到教会 很多教会说 信吧 信耶稣吧 我们要意识到 信心 因信基督耶稣 就是做上帝的儿子了 那为什么要做上帝的儿子呢 为什么一定要做上帝的儿子呢 因为上帝听儿子的祷告 我们找一下约安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给大家讲这么珍贵的话语 大家听一遍就不了了之了 这上帝的话语是我的粮食啊 如果明天讲到的内容是其他的内容 那今天讲的内容 大家也不能丢掉 也不能舍弃 我们吃米饭的时候 我们不会只吃一勺饭吧 我们吃一碗米饭 我们内心要丰丰富富 装满圣经上帝的话语 至少五千句以上啊 这上帝的话语 就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粮食 我们呼喊阿门 布苏的普通 我平安牧师 每次站在这台前之前呢 至少内心领受 至少内心装满了 一万五千句以上的圣经经文啊 这时候蒙上帝的使用 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 做牧师的资格 内心至少要丰丰富富的装满 上帝的话语一万五千句以上 这才有资格做牧师啊 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信基督耶稣 就都是上帝的儿子了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恩典呀 信了基督耶稣 就能做上帝的儿子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因儿子得荣耀 阿门 阿门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奉耶稣的名 求得上帝给我们成就 不相信主耶稣基督 就是罪恶 信了主耶稣基督 就做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心愿能得到实现 这是多么好的祝福啊 上帝爱我 上帝为什么让我信耶稣基督呢 为的是让我好好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心愿 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心愿都能得到实现 也能做爱国者 而不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多凄惨呀 不仅败坏自己 也败坏子孙三四代 这多明显呀 难道大家要选择死路吗 我们都希望自己得福 我们都希望能去天国 心愿得以实现 我们呼喊阿门 大家家庭决心 要信耶稣基督了吗 在这时间 我们要获得信心呀 我说我昨天信了 那已经是过去了 这信心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以弗所说二章八节 雅各说二章十九节 信很多人说 哎呀我也信主呢 是啊那人魔鬼也信呀 我们要警察我的信 是不是也跟魔鬼信一样啊 我以为我信 并不是信啊 上帝给了我这信心 我才能获得这份信心呀 这上帝的话语 不是死记硬背 不是头脑背诵的 这上帝的话语 是要在我的心灵里 如果我屏幕是不悔改的话 如果我屏幕是不悔改的话 也是属魔鬼的 如果我屏幕是不悔改的话 也是邪恶的 我们人要悔改 我们人悔改蒙恩典呀 罗马书五章六节 多悔改多蒙恩典 使信心牢固啊 我们每个人警察自己 总要查看我内心 有没有这信心呢 我们找一下菲律比书 菲律比书二章一节二节 爱 爱是最大的 爱是最大的 那信心是能生发爱心的 我都没有信心 怎么会有这爱心呢 这爱 爱是最大的 爱是真爱 是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是拯救一个灵魂 能让我得救赎啊 上帝的爱是最大的 我们人在这世上 把人情当成爱 那不是爱啊 唯独上帝的爱是真爱 是真实的 而且上帝的爱是拯救一个灵魂 救赎一个灵魂啊 菲律比书二章 刚才我们说要找一下 那么我们先找一下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 这信心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啊 在这时间上帝赐给我们信心呀 有了这信心就做上帝的儿子了 真切地祝愿大家获得这份信心呀 这次复兴会 求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信心牢固 使我们获得这信心 使我们在信心里有根有基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允许 多么好的恩典呀 而且这么好的允许 是上帝给我的 是上帝和我立下的允许啊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你们得救是本活恩 也因这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阿们 阿们 这信心是出于自己吗 绝不是的 这信心是上帝赐给我的 上帝赐给我这信心呀 上帝给了我这信心 上帝施慈爱 怜悯我 使我有这份信心 信耶稣基督啊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赐 这是多么庞大的礼物啊 我们一起找一下 菲利比书二章三节 那信耶稣基督的人 应该怎么生活呢 我内心有信心的话 我应该怎么生活呢 我们每个人省察一下自己吧 有时候我们经常抱怨 抱怨一个人 抱怨 上帝最不喜欢的就是抱怨 抱怨那都是属于肉体呀 有些人说 哎呀我又软弱了 哎呀我又有了试探 无论是软弱还是试探 都是因为我内心的邪恶引起的 因为我内心的贪婪私欲引起的 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追求自己的贪婪私欲的时候 导致自己 遇到试探啊 真言十八章一到二节 我们遇到困难了 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呢 首先省察自己 我是不是属于邪恶 我们总是没有承认自己是邪恶的 我们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罪恶 光抱怨发怨言 结果加速自己的败坏 菲利比书二章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凡事不可接挡 不可贪图 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 比自己强 阿们 纷争争吵 那都会败坏自己的 纷争争吵 结党的 那都不是信心 反而是败坏 败坏人的 也败坏自己 我们再读一遍 我们读的内容 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里 菲利比书二章三节 我们再读一遍 凡事不可接挡 不可贪图 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 比自己强 阿们 我们抱怨发怨言 我们搞是非 纷争争吵 格林德前书三章三节 我们纷争争吵 那都是属乎肉体的 是属乎肉体的 必定要死 是地狱 罗马书八章十三节 我内心 我内心总是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主见的时候呢 省察自己吧 但凡因我的主见 有抱怨 有借口的时候 那并不是属乎圣灵啊 我们是要全权顺服圣灵 全权顺服主耶稣基督啊 铁赛人家前书五章十八节 上帝的旨意是 凡事谢恩 凡事感恩感谢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凡事谢恩 这是上帝的旨意 而我抱怨 发怨言 有借口 给自己讲道理 给自己找理由 这都是属乎肉体 不属乎圣灵 有大书一章十八节啊 有时候我们说 哎呦 这个人 这个人 学龄很低 都不如我呢 带着这样的心态 那是邪恶的 是属于地狱啊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的 无论看谁 都要看比自己强啊 大家呼喊了阿门 却始终没有醒悟 始终没有领受这上帝的话语 我们找一下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信心是什么呀 信耶稣基督的人 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 如果我内心有耶稣基督的话 我看任何人都比我强啊 这才是真实的信心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的话 就看人比我强的 承认别人都比我强 真言十四章 二十一节 三十一节 藐视人 轻视人的 一定会失败的 而且很惨 因为藐视人就相当于藐视了 创造这个人的上帝 藐视人就意味着藐视了上帝 藐视了创造主上帝呀 再说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醒查一下自己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很容易就瞧不起别人 轻看别人 以外貌取人呢 我内心 如果有耶稣基督居住的话 我是看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的话 我看人都比我强 比如说夫妻之间吧 再说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 查看一下自己 有时候我们怎么想 哎 这可恨的丈夫 哎 这可恨的妻子 为了她 我一直为她祷告 就凭她那样 这是信心吗 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心思 是信心吗 我内心什么样的想法 什么样的心思 上帝全都查看 那有些信心就说 牧师啊 您不了解我家的处境 我家那丈夫吧 我家那妻子吧 真的特别的可恨 无论人家多么可恨 上帝的命令是 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 信心就会看别人比自己强的 大家为什么做什么都不顺利 做什么都失败 因为大家没有靠信心而活 因为大家离开了信心啊 那有些人说 那么多有钱人 韩国有很多有钱人 韩国也有很多财阀 但是有钱人财阀 他们暴露出的丑闻 我们都看在眼里了 这因为二十四章一节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有钱了 有名誉了 为什么却那么的凄惨 那么的可悲 而且很惨 很惨烈 甚至走向败坏啊 上帝是赐福于我的 上帝是让我活 不仅活 而且还要领受制服啊 很多人说 哎呀 这宗教不是自由的吗 为什么非要信主啊 如果追求宗教自由 追求宗教自由的人 醒悟 醒悟过来吧 信奉魔鬼的话 能好吗 只会更惨的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先不要看别人 在自己的家庭里 我的儿女 虽然是我生下的孩子 看着孩子跟他爸一模一样 看着孩子跟他妈一模一样 真讨厌 真看不管 真不喜欢 甚至 看着父母不喜欢 甚至要闹离婚 在自己的家庭里 我们都没有做到 看别人比自己强 在现实生活中 在平时 我有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呢 很多人说 信主的人也离婚了 如果真实的信 如果真实的信仰 是不会离婚的 没有信心的人 就会闹离婚 搞分离啊 那上帝查看这一切 上帝了解一切的处境 诗篇119篇50节 主的话语 唯独上帝的话语 安慰我 安慰我的心灵了 我们为什么藐视别人 我们为什么看别人不如自己呢 上帝命令我们 信心 信耶稣基督的人 是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藐视人呢 再说的各位弟兄姊妹 马太福音8章13节 百夫长是什么人物 他是有社会地位的人 大家知道在罗马那个时代 在罗马部队 百夫长 百夫长是很有社会威望的 而把百夫长为了家里的仆人 来找到耶稣 当时如果去找耶稣的话 都会被革职啊 百夫长真心爱了他的仆人 为了他的仆人 宁可被革职 他也去找到耶稣了 那这就是信心呀 这爱心是因为从信心来的 因信心生发了这爱心 看别人比自己强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夫妻之间我们做不到 父母和儿女之间 我们真的做不到 看别人比自己强 亲戚朋友之间 我们也做不到 从今天开始 看任何人都比自己强 这才是信心 我们呼喊安门 我们说信耶稣基督 那我们要看人 无论看谁 都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回到家里 我看谁不顺眼了 我看谁不喜欢了 赶紧承认 哎呀主啊 我根本没有信心呀 我一直没有活在信心呀 求主饶恕我 求主怜悯我 向上帝认罪悔改 求上帝帮助我 赐给我信心 靠信心而活 马太分八章十三节 有了这信心 叫着这信心成全一切的 如果百夫长为了他的儿子 我们都会理解 人家百夫长是为了他家 一个区区一个仆人 百夫长 百夫长来找到耶稣 耶稣说 你这信息是大的 我现在不喜欢谁 甚至我跟谁有了过节嘛 把对方 看对方比我强吧 承认对方真的比我强 这时候才是信心呀 我们呼喊暗门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琢磨 哎呀我家丈夫 他整天赌博 整天玩牌 整天 又买股票买证券 把钱财全荒废了 如果我们家里有这么个人 我们真的挺麻烦 很讨厌的 而尽管这样 无论什么样的现状 信心 信耶稣基督的人 是看 无论看谁 看对方比我强 我们靠信心而活 我们仅仅抓靠这信心的时候 上帝改变这个降福 上帝改变这个家庭 上帝赐给我幸福啊 马太分八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耶稣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阿门 阿门 我们 那么这位姊妹 这姊妹来自美国 我发现这姊妹 看自己的丈夫 比自己强 这姊妹真的是有福气的 这姊妹靠信心而活 看自己的丈夫比自己强 真的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看不上谁 我瞧不上谁 赶紧醒茶 赶紧醒悟认罪悔改 根本就没有信心啊 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儿女 哎呀 我叫儿女怎么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她到底像谁啊 我怎么生了个这么个孩子呢 这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没有靠信心而活啊 以肉体的眼光 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一切 那不是信心啊 信心是靠信心而活 因信心有爱心神发出来啊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省察自己吧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因为我离开了信心 我内心弯曲 我内心 我内心却意识不到 察觉不到自己的罪过 这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我 所以千万不要抱怨 抱怨那不叫信心呢 我们要靠信心而活呀 菲律比书二章四节 我们再读一下 菲律比书二章四节 我们每个人省察自己 有没有这信心呀 这次讲到 本来只想讲三十分钟 我们的灵魂要得救赎啊 大家知道 大家和我 我们太容易就 不知不觉藐视别人 瞧不起别人 轻看别人 总是觉得人家不如自己 我们觉得人家不如自己 就是在藐视上帝 嘲笑上帝 而我们觉得 还自己信得很好 有信仰 这是大错了 我们省察自己 省悟过来吧 菲律比书二章四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个人不要担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阿们 个人不要担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信心是喜乐充满的 信心是平安的 那么不要当顾自己 还要顾别人的事 那我们一起找一下 格林德前书十章十节 怎么才能是 也要顾别人的事呢 格林德前书十章十节 把别人的处境 当成我的处境 我也能跟这个人 一起认罪悔改 比如说那个人犯错了 那个人失误了 那我就当成是我的处境 当成就是我 我来替他认罪悔改 我为他祷告 我为他认罪悔改 祷告 这才是看过别人呀 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 都是我的镜子 我要引以为间接 格林德前书十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像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 阿们 我们发怨言 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 抱怨发怨言的 就会被灭命的所灭呀 这句经文我们读了 要警醒过来呀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呢 第十一节 十一节我们读一下一二 他们遭遇这些事 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阿们 抱怨别人 被地里议论 妒忌别人 不懂得感恩感谢 以恶报善的 那都是要被灭命的所灭 那我眼睛看到了这样的现实 我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我要引以为间接 我要认识到 这就是我的镜子 那我们学的历史 历史故事 历史事件 我们也要悔改呀 那比如说 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们 看得一清二楚 无论我看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当成我的镜子来 当成我的处境 认罪悔改 这才是靠信心而活 再去的各位弟兄姊妹 而大家为什么不感恩不感谢呢 上帝命令我们 要凡事感恩感谢 我们要看顾周围的人 如果谁犯错 谁犯罪了 我替他认罪悔改 为他祷告 这才是信心呀 我们要获得这份信心 我们呼喊阿们 我们呼喊阿们 大家知道 在这成更礼拜的时间 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上帝的话语 那传讲上帝话语的人 内心至少要充满 丰丰富富的装满 五千句以上的圣经经文 而且都是认罪悔改 悔改了之后 才能领受这样的话语 所以我屏幕是昨天晚上 一宿都没有睡 我一直没有睡 就为了真实地传达福音 那我要悔改呀 那我听到的新闻 我听到的消息 无论我看什么 比如说 哎呀我听 我听什么传言说 谁杀害了谁 那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分明是 我也杀人了 我的祖上 也这样杀人了 这就是我需要认罪 悔改的内容 上帝命令我们 不要耽顾自己的事 还要看过别人 看过周围的人 而我们为什么 不爱听上帝的话语呢 我们都醒醒过来 醒悟过来吧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一个人如果 一个人站在 五千米的高度 他看的 肯定比在四千米 三千米那个高度的人 看得要全面 看得要多一些 菲利比书二章五节 我们存耶稣基督的心 我们再总结一下 看别人比自己强 无论看谁 都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今天刚明白了 我心里 总是瞧不上这个人 总是瞧不起那个人 总是藐视 轻视那个人 比如说 儿女和父母之间也这样 甚至妻子 在儿女面前呢 藐视自己的丈夫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吧 诗篇139篇一节 我心里想什么 我坐着 我站着 我心里心思 我琢磨什么 上帝全查看 而且全知道的 真切地祝愿大家 求上帝赐给我信心 获得这份信心 靠信心而活 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的 所以我们要悔改罪 而且我要替身边的人悔改 看别人的罪恶 看别人 我眼睛看到别人的毛病了 我眼睛看到别人的错和失误了 当成我的罪 当成我的处境来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这世上我们人都是罪人 没有义人啊 罗马书三章十节 我们没有义人 我们人都是罪人 所以在这世上 谁都不能做谁的榜样 世上人做不了人的榜样 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 一样是犯罪的 世上的学问理论学识 都是初等学问 世上的理论知识 世上的文化 再高深再高尚 那都是初等学问 是懦弱无用的 再说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警察自己 我也没有这信心呢 我也没有悔改罪呢 比如说我看谁不顺眼的时候 我光顾着数落 我光顾着指点他 我光顾着骂他 说他 从来没有承认 其实他的这个行为 也是我的行为 其实我也带着这样的行为 我要认罪悔改的 上帝让我看到 他这样不好的行为 为的是让我悔改 上帝让我看到 他这样不好的行为 为的是让我受刺激 为的是认罪悔改 能归向上帝 靠信心而活啊 真切地祝愿大家 获得这份信心 因信耶稣基督 做上帝的儿子 马太分音八章十三节 靠信心 上帝给我成全这一切呀 百夫长第一次来见耶稣 是第一次来找到耶稣 而百夫长尊重他的仆人 看别人高过自己啊 宁可自己的职份被革职了 百夫长也来找到耶稣啊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内心呢 总是有恨的人 总是有讨厌的人 都是因为没有把对方 都是因为没有把对方看成 是比我更好更强的人啊 所以才会很讨厌的 我们看别人都要比自己强 为身边的人祷告 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是特别大的奥秘 真切地祝愿大家看任何人比自己强 为身边的人祷告 心愿得到实现吧 奉主得名祝愿大家 那今天这讲到的内容 大家整理出来 写在一张纸上 信基督耶稣正是 一个新的开始 是启发点呀 我们从左边写到右边 看别人比我强 这是非常关键的 看别人的错 看别人的过失 就是我的镜子 就是我的罪 这个写在中间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而且是非常庞大的奥秘 在座的各位基兄姊妹 一定是能行的 靠信心 上帝给我成全这一切 我们呼喊阿门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 这好的祝福 我们一起呼喊主 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 数落任何人 比如说 谁是做妓女的 人家基女拉合也得救了 基女拉合因信基督耶稣 改变了命运 基女拉合认罪悔改 离弃罪恶 也改变了命运 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的罪恶里 向上帝认罪悔改 信靠主耶稣基督 离弃罪恶 所以谁犯错 谁有毛病 谁有缺点 不要数落 也不要挑毛病 也不要指点对方 看任何人都比我强 如果我眼睛看到别人的毛病了 那是因为我眼睛里 那是因为我身上带着这个毛病 我才能看得清对方的毛病 这才是信心 靠信心而活 我看出别人的毛病了吗 我眼睛里有更大的梁木了 我们这样 靠信心而活 我们一起祷告吧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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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在这时间 求上帝赐给我信心 使我们靠信心而活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因信基督耶稣做上帝的儿子 主啊 一直以来 我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甚至我一直以来 瞧不起人了 藐视别人了 我瞧不起我的丈夫 瞧不起我的妻子 瞧不起我的家人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求主帮助我 使我认罪悔改 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 能够当成我的处境 向上帝真切地认罪悔改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